首先拿出一张正方形卡纸 然后像这样沿对角线翻折一次 然后把这条直角边对折 使它和折痕重合 同样的方法把这条边也翻折过去 现在我们要把上面的端点翻折 使它与下面的这个端点重合 然后我们把这部分像这样翻折 使它与这个三角形的中线重合 同样的方法 我们把另一部分也翻折过去 我们把这两个部分还原展开 请注意 现在我们把这个端点慢慢地向外拉 同时把这一部分向你翻折 方向一定要注意 做出的效果应该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要稍稍做点调试 让折痕更加明显清奇 然后我们把这一部分翻折 翻折过去的底边要和这条边的底边重合 注意 翻折的部分要稍稍出去一点 但不能太多 上部分不能超过这个顶点 把刚刚折的部分展开还原 然后慢慢地打开底部 把外面的这部分像这样向里面折 注意这几个点 不要折多了 调试好 加深折痕 如果您折出来的形状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折这一部分 现在把这个端点向里折 注意 要使折痕恰恰好落在这个点上 不能折太多 也不要折太少 同样的方法折另一面 现在沿着两个端点的连线 把这一部分翻折过去 然后把刚刚我们折的这部分展开 还原 向里面翻折 同样的方法折另一边 现在我们要把这一部分 沿着条线翻折 同样的把另一边也翻折 同样的把另一边也翻折 注意 现在要把刚刚翻折的两部分展开还原 像这样往里面翻折 现在我们来折头部 像这样翻折 注意中间要留有空隙 折好之后 把它们全部打开 然后把这一部分沿着这条新的折痕向下折 最后像这样封死 现在把这部分抬起来一点 像这样悄悄地折叠一部分 再把它抬起来 稍稍折一部分 注意两个折痕之间要有一点空隙 这样我们就折出了它的嘴巴 最后整体调试一下 我们可以像这样调试一下它的脖子 现在折至小鸡就做好了